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我们练习我们的肩更加灵活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肩上的训练非常重要 肩不单是我们肌肉群的训练 然后我们关节的这种放松程度 要想让我们的速度变快 你手上的灵活也是需要多加练习的 OK 今天给大家讲三个方法 然后带领大家练一次 这样子去训练 好 第一个方法甩手 甩手这样子甩 甩的过程当中让你的肩膀完全放松 做一个立圆这样子甩开 看可以勇慢至快这样子去甩 然后千万不要着急 刚开始不要着急 练完之后手会冲雪 所以务必要这样子抖一下 抖一下手 看到没有 然后另外也是一样 好 抖一下手 让你的血液循环回来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是属于单个的这种训练 就是什么呢 甩手 但是让你的手甩的比较快 所以说要这样子一次一次练 有点像男拳里面的挂盖 这样子去练习 右边也是一样 肩放松 肩放松 这样去练习 也是 做完要抖一下手 因为血液会冲到你的手上 第三个呢就是平甩 平甩 转过来平甩 这样子 让你的这个手呢 去拍你的后背 然后换手也是一样 小的时候呢你看 手都会比较脏红 所以呢 大家呢就可以 这样抖一抖 以上三种方法 就可以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肩练得 放松程度练得比较好 好 怎么训练呢 这个呢和往常那种训练不太一样 你这样子做了之后 坚持15秒就可以了 15秒 15秒 然后10秒钟可以慢 5秒钟快 完了之后 抖手 3秒钟 或者5秒钟 换手也是一样 这样子去走 去做 完了之后呢 继续 换 换下一个动作 这个呢可以尝试做10次这样子 换另外一边 10次 这边 10次 10次 这样子去练习 时间长了的话 大家每一天去练的话 时间长的话 你的肩就会非常好 放松 速度 都会有所提高 但是千万注意 一定要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的肩活动开 不然的话 很容易受受伤到你的这个软骨 软组织 这样的话就会很痛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会 再见